如果你覺得肚子餓的人的脾氣很古怪 我就勸你更加千萬不要去一些戰亂的地方 因為打仗的地方那些人的脾氣更怪 我們在香港 我們在路上見到朋友會說 喂 吃飯了嗎? 沒有? 一起吧 是不是? 在那些地方的人會說 怎樣? 見到朋友 喂 你死了嗎? 沒有? 一起吧 你去到那些打仗的地方 你跟別人說什麼都可以 你罵人 罵什麼都可以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罵人做死症種 因為你一罵人做死症種 全街就會有很多人敬你 蛤? 叫我啊? 很奇怪 每晚說到這裡的時候 大家都不想笑 我明白的 很多人心裡就是 你有沒有冷血一點 你和你的朋友找這樣的東西來搏 但你們誤會了 各位 我和我的朋友不是八月就算了 我們有行動 譬如我們知道 第三世界很多時候沒有東西吃 我們為了不要分薄他們的人的食物 我們發過誓 這輩子都不要吃第三世界吃的東西 我們又知道很多地方打仗 死了很多人 我和朋友又發過誓 為了減輕他們的傷亡率 這輩子都不去那些地方旅行 你們都不去那些地方 我先哭了 我都不尽量 是 洛杉業 我們有時就來